各位网友大家好,听得到吗?声音怎么样? 我们又 今天星期天 本来我休息 但是我想 因为长青湖刷屏 长青湖刷屏我也不想看 我知道那是宣传 我也看了一些介绍,所以我想讲讲长青湖 这里面有一些东西需要 需要给大家做一些资料性的准备,也想讲讲我的想法 因为这里面 既然有那么多人关心 这个题目呢我又不可能在 我又不可能在星期一作为专题来讲 我就稍微的准备了一下,我就来跟大家讲讲 讲讲这个长青湖 我就不打算 节目结束,我讲完之后我们就 差不多就这样 不知道大家还是会不会想讨论 基本上 我们先说说吧 长青湖当然知道这是 第2次战役中的其中一部分 中共一向的做法是什么呢?就中美关系不好,国庆节 11就放上干岭 中美关系好那就放红河谷 那么这一次呢就放长青湖,长青湖是大制作,花了好多钱 甚至有三个导演来拍这个 希望拍出一个大片来 然后就用最大的力量去推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希望达到的效果,基本上我理解是这样就是 志愿军可以在朝鲜把这个联合国军打败 那么现在中国已经崛起了 更能打败全世界,大概就是想说这个事情 我特别要把这个史实跟大家讲清楚 这一次也不是那么大的准备 我只是稍微的准备了一些资料,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我先聊聊我的 准备的东西 当然这是一场朝鲜战争中的一场战役 基本上也不算太大的战役,就基本上是一个战斗 时间比较短 朝鲜战争我们知道,中国不宣而战 那么就以这个 中国军队与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 挽救发动朝鲜战争的金日成政权 当时是因为联合国军 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 侵略 韩国 那么爆发了朝鲜战争 后来联合国军去支援 韩国 然后就朝鲜军队打的丢盔卸甲 实际上入朝作战的就是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就入朝作战 朝鲜战争就进入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阶段 这是第1个,中国不宣而战 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 第2个 中国军队的对手不是美军 是联合国军 联合国军是在联合国决议的授权之下 入朝作战 联合国军的总指挥是麦克阿瑟 所以你可以看 中国所谓的抗美援朝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他是和联合国为敌 联合国的军队为敌 我们具体讲这场战役,这场战役先讲 1950年的10月19号晚上 志愿军的总司令是彭德怀 彭德怀 率领的这个志愿军从丹东河口 吉安 悄悄的秘密的渡过了亚鲁江入朝作战 入朝作战志愿军一直大概维持在100万左右的军队 持续,当然刚进去的时候没那么多 但基本上一直维持在100万左右 不行就掉 不断的往那掉 那么中国军事把这个朝鲜战争 从1950年的10月到1951年的6月分成五次战役 那么这样可以比较清楚的反映这个志愿军的作战的意图 或者是军事意图 但是其实呢当时的整个战场的面貌并不是按照五次战役来发生的 很多战场上同时进行 那第1次战役就是大家知道是10月19号进去 10月25号就开始打响 其实 第1次战役其实没有成战役级别的这种 这种 规模 他只是,你研究看一下你就知道 所谓的第1次战役其实就是一系列的遭遇战 志愿军 进入朝鲜之后 碰到美军就打一下,碰到美军就打一下,他没有完整的战役 没有完整的战役的规划和过程 所以呢 当时联合国军并不知道 解放军已经参战 所以他接触一下,打一下 当然他不知道突然天上掉下来这么多军队 打了半天 然后突然他们就消失了,联合国军当他遇到 遇到攻击的时候他就撤退 当时麦克阿瑟也没有在意,没有 其实整个联合国军都没有意识到 他们的对面是志愿军 所以那就希望呢 麦克阿瑟其实还是在命令联合国军往前进攻 希望可以在这个圣诞节前 结束战争,结束整个朝鲜战争 那么于是呢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志愿军就开始组织了 第2次战役 这个第2次战役就是从50年的11月7号 到12月的24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时间很短 那么 志愿军组织了多少呢 组织了9个军 9个军30个师,总共是38万人 去 去攻击 突出部的这个联合国军 那么这场战役,这就是第2次战役 第2次战役其实是分两头,一个是东线一个是西线 那么西线叫青川江战役 那么东线就是长津湖 就是这部电影说的这个 所以划分两头 那么东线是长津湖,西边是青川江 那么在2次战役当中发生了一场非常重要的事件 这个事件呢,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什么事件,就是 11月25号 这个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他当时在这个 志愿军司令部 当翻译 其实就是当一个 就是去杜杜金 然后就空袭 空袭他就没跑出来,没跑出来就被炸死 但地点是平安北道大鱼洞 就在那个地方 这件事情很重要 这件事情对毛泽东的打击很大 毛泽东就失去了他 继承他的位置的 这个人 那么 毛岸英是他唯一一个儿子,还有一个毛岸龙 精神有问题 就是基本上不能够 不可能拿来做继承人 他唯一的继承人是谁,毛岸青 毛岸英 还有个毛岸青 毛岸青,我讲的是毛岸青,不是毛岸龙,毛岸龙是不在,找不到的 所以对毛泽东后面的政治行为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然后西线呢,志愿军是把这个美国第八军打退 第八军遇到了阻击 就赶紧撤 撤 所以当时 发生了就是很有名的 叫松鼓峰阻击站 都在西线,我们就不讨论西线这边 只讨论东线,东线的长津湖这部电影讲的这个事情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当时的情况是志愿军的第九兵团 伏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 简称陆战一师 先说美军这边,美军这边陆战一师包括陆战一师的大部分 他不是完整的一个师 他只有两个团 陆战一师的大部加上这个第七师的一部 第七师的一个团 再加上那个英国,英国的海军陆战队一部分200多人 总共是17000人 就是美军这边,联合国军这边 陆战一师当时的 配备是这样 陆战一师的第五团第七团 再加上陆战一师的师部 再加上陆军第七师的31团和32团 的一个营 就是各有一个营 然后再加上 这个皇家 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几百人,大概三四百人 还有一些韩国军人 这是联合国军这边 志愿军这边就是第九兵团 第九兵团是华东野战军 华东野战军的其中一个主力 那么是陈毅的家底 那么后来就改名叫第3野战军 第3野战军这个 第9兵团呢总共是三个军 20军 26军 27军,三个军组成 第9兵团的原来是拿来干什么呢,原来是准备打台湾的 部署在上海附近,所以当时是 准备对台作战,那么朝鲜战争爆发,紧急的从上海 上海附近 调到朝鲜去打仗 当时出发之前呢 觉得这个不够,兵力不够,所以当时调入朝鲜的志愿军 解放军 都是加强了的 怎么个加强法 把在成都投降的这个 国军第16兵团 整建制的编入第9兵团 那么 基本上是增加了一个军 增加了一个军 但是呢他不是用增加一个军的方式来 第9兵团是三个军 他把这一个军第16兵团,16兵团其实就是一个军 把那个军的拆开 拆成三个师 分别插到这个26跟27军 那一个军应该有三个师 但是第9兵团一个军 有四个师 所以呢这个总共他有12个师 12个师总共是15万人 第9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是宋世伦,宋世伦大家都知道很有名 然后就是 这个仗就从11月27号开始打 志愿军先是20军和27军总共10万人 围攻,分散在长青湖周围的这个美军 美军我们刚才讲17000人左右 其实17000人 海军陆战队是后来赶来支援的,都不知道 支援军有那么多人 那刚开始上一冲上去 就觉得十拿九稳,10万人打1万多人 那基本上10比1 没有10比1也有7,8比1 上来就打 结果第1个碰到的是31 31团特遣队 直接就把27军的两个师给打残掉 31团特遣队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混编团 它是美陆军第7师的31团 和32团各有一个营,就是等于是两个营 再加上31团的团部 团部其实主要还不是战斗人员 还再加一个炮兵营,实际上它是一个营 只不过这个营呢,来自不同的团 那总共是3288人 其中有515人是韩国人 这上去就打 你想,27军上去就打这个特遣 31团特遣团 特遣团 就两个师就给打残了 打残了呢 但是这个31 团的特遣团呢,实际上最后是 退回去了 退回去 也是死伤惨重,但是它有一半人回去了 那么围攻陆战医师的各个部 各部的这个志愿军都死伤惨重 其中有一谁呢,很有名的叫杨根斯 杨根斯就是在围攻陆战医师 团部的战斗 其实团部呢没有太多的战斗 其实大部分都不是战斗人员 那么团部打了半天也没打成 最后 58师不但没有 没有成功,而且那个战事也打光 杨根斯就是在58师 58师结果基本上打光 打这个围攻那个师部,结果自己打光,一个师 打一个 打一个这个师部,师部实际上只有,大概只有一个赢的人 美军后来事后总结说 如果志愿军集中力量攻击这个陆战医师的师部 然后把这个 他们正在建的这个机场 给摧毁 那么联合国军的撤退就没办法 就没办法撤退了 最后他们其实后来是撤退了 然后就是陆战武团跟机团全部收缩回师部 再会合其他的部队 就撤退了 撤退,从撤回哪里,撤回 咸心港 就回到海上 他所以呢,基本上他们 他们不仅仅全身而退,而且还带走了10万老百姓 附近10万老百姓就跟着一起走 其中包括谁呢,其中还包括了 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的父母,就这10万老百姓的其中一员 那么在这个战斗的过程当中,27军跟20军 扑上去,打不赢,打不赢怎么办,26军是作为一个战略预备队 战略预备队他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其实你可以看到 志愿军的打仗,其实说他们艰苦奋斗 其实跟什么有关系 跟指挥员有关系 指挥员的指挥不当 他把26军摆得太远 所以为什么要急巡军,急巡军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太远了嘛 你发现不对,赶紧上,26军赶紧过来 那就急巡军呗 这一急巡军冲上冲过来 那没办法,之前志愿军都是白天 隐蔽 晚上 行军 为什么,因为没有制空权 那26军这个时候管不了那么多了,那你赶紧过来,白天就行军,白军行军就成了火把子 所以26军跑 往战场上跑的过程当中基本上给打的已经 溃不成军 基本上 没有太多的战斗力 所以整个的东线作战 你可以看到,其他我不说,我不展开讲,东线作战 志愿军是没有达到这个 整个长津湖战役 志愿军是没有达到 坚敌的目标 他全身而退 然后联合军也遭受损失,但是 基本上 基本上大部分都撤回了,17000人 基本上撤回 那么志愿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多惨重的代价,我们先对比一下 联合国军的阵亡是1092人 你看这数字都是很具体的 失踪了4892人 然后受伤是4582人 总伤亡人数1万人 但是大部分都撤回去了 那么志愿军的伤亡 他们公布的是52098人 其中冻伤是3万人 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真实的情况据回忆录 就是那些将军不喜欢写回忆录吗 回忆录后面 前面公布的数字后面回忆录就给漏馅了 说27军在最后的阶段 联合国军不撤了吗 撤了然后就追击 27军 全军能参加战斗的只剩下2000人 2000人 这个军在战前满员50501人 50501人 剩下多少 剩下2000人能参加战斗 这是第1个 20军 20军58师跟60师这两个师 最后能参加追击战斗的剩下200人 这两个 这两个师 满边 超过2万人 剩下200人能参加战斗 所以你可以看 就是这一个军加上两个师的伤亡肯定超过6万8千人 就两个军 其他的就是 其他的这个26军 被轰炸的那个26军 就没有说 最后的情况是什么 最后的情况是 20军和27军各补充了15000人 然后再裁掉一个师 原来他是4个师 那么现在呢 他补充了15000人 补充15000人说明什么 说明他剩下15000人 因为三个师 一个师是1万人 那你就剩下15000人 那原来的满边是多少人 满边是5万人 5万人满边剩下了15000人 你说伤亡多少 对吗 然后26 所以他各 各补充15000人 他们的伤亡情况是差不多的 26军是补充了1万人 也是撤掉了一个师 所以呢这4个师全部都变成了3个师 一个军原来是12个师 现在变成了9个师 所以说伤亡有多少 所以可见当时就有一种说法 说什么呢 说9兵团 伤亡加冻伤超过10万人 这是有依据的 所以9兵团打完这一仗之后就回国整兵 整修 补充兵员 四个月之后才回到战场 四个月 陆战医师呢 休整了几个星期 大概是三个星期 就重返战场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要讲一下 什么问题呢 就是 就是关于这个冻伤的问题 长津湖 长津湖冻伤 而且是一个整 整战场 全冻死 冻死 不是冻伤 是冻死的问题 一直 一直中国官方的说法是 近朝鲜很匆忙 没有准备足够的这个遇寒衣物 外面的说法都是这么说 这实际上是推卸责任的 那么资料显示 就是九兵团进朝鲜全部都发了棉衣 棉衣棉裤棉大衣 军大衣都发了 为什么到后面成了单衣了呢 后来把人整个的 整个一个连洞死在战场上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九兵团它不是 它不是分别进去的 它是整个一个冰团整个的进朝鲜 那你想一下 要发棉衣肯定是连续 而且他们进去的时候 不是说你进去的是夏天 一直打到了冬天 你去的时候就是冬天 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10月份 11月份 10月底才进入朝 11月底入朝 朝鲜已经很冷 打到11月份才打一个多月的时间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想想那个时候已经零下三四十度了 所以他进去的时候就是 就是冬天 所以不可能说我 我忘记了战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一个兵团的人 十几万人 你说全部都不会 你说要背肯定都会一起背 要不全部都没有 要不全都有 你说个别连队说辣了 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都不太大 所以你用常识想一下这件事情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说匆忙来不及准备 为什么来不及 他又不用自己准备 是后勤部队准备 怎么叫来不及准备 不可能的事 打仗还比打仗的事情大 研究了一下 为什么 机型军 解放军 行军分两种 叫长行军 还有个叫强行军 长行军的速度 通常是每小时5公里以下 一天的行军距离40公里 叫长行军 强行军就是以前叫的急行军 急行军现在正规的叫法叫强行军 他是快速 长距离 长时间的行军 每小时的行进速度超过10公里 38军在那个 也是第2次战役的时候 穿插美军后路 一晚上行军70公里 那成为一个 说是跑赢了美国的汽车轮子 跑不赢美国 70公里怎么跑过美军汽车轮子 美军没有跟他跑 美军没有意识到应该是 所以提前赶到 就在另外一边 提前赶到三梭里 阻击这个后撤的联合国军 当时就是一晚上 跑了70公里 所以当时美军曾经回忆 说这个 他看到大批朝鲜平民 就是奔跑 看着这么跑 其实他看到的那朝鲜 看着朝鲜平民就是志愿军的先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把所有的东西全扔掉了 因为你要跑 急行军嘛 快速嘛 快速基本上跑的状态 跑的状态 你是要把所有的 重武器都要扔掉 你只能携带一些干粮 带一些轻武器 背一些弹药就往前跑 人跑不快 如果你要快 你只能把 其中包括什么 就包括 而且你急行军运多 一热 负重也太多 棉衣棉裤就扔了 棉衣棉裤一扔你跑起来 到了那里 你晚上气温一下降 身体汗一下来 一结冰 如果你后勤跟着上 说我到那战场后面有棉衣上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连弹药都跟不上 你棉衣怎么可能送棉衣上去 所以这就是真相 这个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这些在战场上被冻死的士兵 是因为他的急行军把这个厚的衣服扔掉 他就冲上去打 打完之后 或者冲到那里去 去埋伏 结果气温一降下来 或者身上汗一冷不就冻死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什么 这就是战场管理 这就是军队管理的这个指挥员的完全是指挥失当 所以你把这个缺少棉衣当作志愿军克服 克服困难到当作一种英勇行为来 来歌颂 要么是一方面是撒谎 你根本就是指挥员的失当 指挥员失当 造成的这个 这冻死士兵冻死 第2个就是吃人血满 那么长静湖的电影出来 我们怎么看 我想了一下 有几点 第一点 必须还原真相 历史真相 不能撒谎 你的结论是从哪里来的 你一部电影 你一部小说 你写一件事情 你首先上来 你必须是来自你的结论 你必须来自事实 如果你事实都不是真 都不存在 你讲的全是谎言 那你的结论肯定是骗人 这是第1个 所以你可以看 中共的宣传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硬伤 很容易发现的硬伤是什么 很容易发现的硬伤就是歪曲事实 长津湖就是如此 那么这是一个 你比如说 我们再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 中国军队志愿军 阵亡的人数 我们不说受伤 我们也不说失踪 我们就只说阵亡人数 阵亡人数 中国公开一开始讲13万人 后来讲到14万人 后来讲到16万人 现在最终的方案是 最终也没有正式公布 但是 中国官方媒体讲的 现在是18.3万人 但是中国没有正式公布过这数字 然后苏联 苏联的解密文件说是死了多少 100万 苏联的文件 美军 美军的数字是90万8447人 失踪了4471人 这是美方公布的 那美国公布的美军伤亡人数多少 54246人 那么联合国军 其他的联合国军 17200人 这是美军公布 美方公布的 那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数字呢 就是说 很多人 当然很多人把这个阵亡的人数对比来反映 就是双方的这个输赢的问题 我倒不这么看 就说 你知道 美军打赢了两场战争 打赢了欧洲战场 打赢了纳粹 在亚洲战场 打赢了日本 当然他不是一个国家打的 很多国家打 但是他主力没有疑问 那么毫无疑问美军的战斗能力是战争能力 我们不仅仅战斗能力 肯定是中国无法比拟 所以在朝鲜战场上 中国军队付出更大的人命伤亡 这是不意外的事情 这个我不觉得会很意外 所以呢 所以 很多人用战争的这个死亡人数来衡量这个输赢或者胜负 这你要在不同的平台上去讨论这个问题 它有不同的意义 但是毫无疑问 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一点 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什么 战争的胜负取决于 你是不是达到你的战争目的 那么人员伤亡是什么 人员伤亡是代价 那么战争的胜负 当然 战争的胜负不一定是完全取决于 战争的意义 不完全取决于胜负 当然战争首先是要胜负 首先要考虑胜负 否则你打这场战 对吧 所以 战争 胜负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不一定是胜负 因为你发动战争你是为了胜利 不为了胜利 你不会发动一场战争 那么什么东西是我们要考虑这场战争的意义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这场战争是不是正义 如果这场战争不是正义的 你参与这场战争 那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那些牺牲和英勇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你难道纳粹德国在 在攻击法国 攻击这些其他的国家欧洲战场上 他没有英勇的牺牲吗 当然有英勇的牺牲 没有英勇的牺牲 他打那么多胜仗 占领欧洲整个基本上占领了 那但是如果他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这些牺牲和英勇有意义吗 这是第1个问题 我为什么这么讲 1951年2月1号 联合国大会通过498号决议 谴责中国人民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 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朝鲜 是侵略行为 这是联合国大会第1次 判定一个国家 为武装侵略者 这是第1个 这是一个事实 第2个事实是 1951年的5月18号 联合国大会 第500号决议 联合国会员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禁运武器和战略物资 这个决议得到了使得 整个联合国的成员国从1951年 到1953年对中国和朝鲜 实行经济制裁 虽然时间有限 但从长远来说 它最后导致的结果是 中苏交恶 中国就很不满意 苏联没有 没有投否决票 这是第1个 我们看待战争 我们不能以输赢论 胜负 我们只看胜负的问题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作为一个国家的决策者 作为一个战争的指挥者 甚至是作为一个战场的指挥官 你怎么去看这场战争 或者你怎么去看 这场战争的代价 什么代价 最重要的代价是人命 实际上从根本上反映了这场战争的性质 也就是从根本上反映了我们刚才讲 所谓的牺牲 所谓的英勇的本质 你想一下 一个国家打完了仗 他连阵亡的人数他都要撒谎 你不是抹杀那些牺牲是什么 那牺牲有意义吗 你想想看 美国每一个在战场上牺牲的士兵 和他的军官 都会刻在墙上 每一个人名字你都能去找到他 他的家人都能在那墙上看到 他的名字 中国有吗 中国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士兵有名字吗 没有 这不是抹杀是什么 那些牺牲的意义是什么 那些英雄是什么 你只是知道 中共竖的那几个典型 王成 杨根斯 邱绍云这几个典型 其他人知道吗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他们是谁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好才 他们是实现中共政治目标的好才 他们是无非是 炮灰 这是第2点 第3点 如果我们要讲英勇的精神 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个长津湖战 这场战役 或者讲一场战斗 参与战斗的美军联合国军加在一起总共是17000人 当时的 当时的志愿军第9兵团有15万人 直接参与战斗的是10万人 这17000人不是更加英勇吗 他在对抗10万人 最后他们全身而退 少 当然也有牺牲 但是 你要有多大的勇气 去面对10万人对你的攻击,那10万人不是 不是持守攻击 是拿着武器弹药 全服装的军人 长津湖有没有反应 联合国军的英勇 好吧,我大概我就,我看看我们讲了多长时间,哎呀够了 差不多吧,我们就大概把这个长津湖的 长津湖的历史真相 和他的意义,我总结了一下,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就看看,我也看看大家有什么观点 因为我们现在后台 后台的 我们后台没有支持,现在没有支持,所以我们看不到 我来看一下我们的 网友的问题好吗 我怎么看得到评论呢,我只能从这儿看了 嗯 长津湖好像有点怪怪的,导演试图表现出志愿军战事条件 艰苦 不怕牺牲 但看起来效果是志愿军 子弹管购 裹着后面被到处秃秃 压得美军毫无还手之力,作为商业片画面很霸 作为主旋律的电影觉得差点意思 嗯 再看一下啊 关于微信公众号被封的说明 深 深交 Deepfocus 公众号10月1号21时 发布电影长津湖评论 出自滥造的主旋律到底献给谁看 当天21时11分,文章因为违规被删除 4日零时9分,公众号因为违反相关规定 被封禁15日 10月2号16 至16日 我们相继通过微信、微博 豆瓣、喜马拉雅等平台发布影评和资讯 敬请大家关注 长津湖没那么可怕,电影评也没那么可怕,OK 观点 美军刚经历过二战,跟苏共的代理人打仗,如果不是指挥官 战场判断失误 是不可能仅仅跟志愿军打成平手 什么时候跟志愿军打成平手 你想一下 死了那么多人 这叫打成平手 那是共产党说的好吗 我们讲一下 志愿军死了100万人 美军阵亡了 美军阵亡的是 阵亡多少,5万人 这叫打成平手 你平手得怎么打 你这个平手是哪里来的 陆战医师在突围的过程当中,把第九兵团三个军彻底打残 其中四个市完全被消灭,撤销了番号 美军全身而退 这就是长津湖 也不是10倍了,17000人跟10万人,其实是有10万人在打 没有10倍 情绪 看过美国拍的长津湖战役 看了以后被战争残酷 给我深刻的感触,唯愿世界和平永无战争 国内的战争片看完之后总能让人热血沸腾为我军的勇猛 对手的无能备受鼓舞,那就是宣传嘛 他就是宣传,据说这个电影 想去南韩上影,结果可想而知,有此事吗?另外 近期韩 韩国对中国的态度,民调对中国反感度高,有这数据吗?有啊 有这数据 这数据你查一下 这个皮尤,皮尤的民调 每年都有,就是各个国家对中国的看法 韩国应该是排在前面的 百分之八十几 88不知道多少 韩国、日本对中国的恶感都非常的非常的强 都是85以上 观点,用歪曲历史通过电影来宣传煽动民族主义 这也是中共离西方国家讨厌反感的一个例证和原因 是这样 希望王老师和萧生共同做一期节目 我们没办法共同做节目 做不了 怎么做呢?不好做 我们各自 兄弟爬山各自修行吧 观点包含美国在内的联合国军就是二战 大裁军才懂 才仅有这种表现 若是巅峰时期根本不会这样 怎么样 联合国军打得不差 任何军人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 即使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也值得国人悼念 不是悼念这场战争的正义与否,而是悼念这一个个失去的生命 对生命的尊重,要记住不要轻易发动一场战争,非常对,这是我是同意的 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 那么每个生命都是有意义有价值 所以不要轻言战争,我经常讲 这句话 不要轻言战争 陈凯歌晚节不保 陈凯歌晚节不保,陈凯歌有早节吗,我也不觉得他有什么早节 好了,我们基本上差不多就这样了吧 今天我们 40多分钟 够了 好了,差不多了 有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吧 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 好,谢谢也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好,请大家 好,谢谢大家